這是一條認真健身的魚 吃夠多的蛋白質 有夠多的用 還要結實一整月 練就一身爽脆的肌肉 口感獨特 鮮美爽脆 它是廣東中山三大國家地理標誌產品之一 《東生名產脆肉幻》 幻魚是中國傳統四大家魚之一的草魚 不過 東生脆肉幻跟草魚的肉質 可以說截然不同 結實有脆感 其決定性作用的東西 就是它們飼養階段的口糧 是來自東北的殘豆 殘豆在水塘裡浸泡一夜 膨脹變軟後投入魚塘 像這樣養足三個月 幻魚的肉質就會有明顯的變化 鈣質和蛋白質含量 都遠遠超過普通草魚 幻魚剛捕牢上來 不立即食用 會先停止餵食一個月 飢餓狀態下的幻魚 會到處游動尋找食物 大量消耗脂肪 肉質的脆度也更高 東生鎮紅日飯店 是當地烹飲脆肉幻的名店 不僅花樣多 味道也是有口皆味 鮮頭廚師負責宰殺 盞頭巨尾分離肉身與骨架 後廚做更細的處理 提出魚柳 片下4-5毫米的魚片 這個厚度才能最佳達到爽脆的口感 加油和小蔥抓醃入味 只用清水超燙十來秒 魚肉的脆魚鮮便能淋漓盡致地展現 熱炒最經典的吃法是蔥薑炒 也可以裹上蛋液油炸 再與茶葉一起炒 作為湯菜中的常客 魚片搭配玉米鮮甜可口 或與涼瓜一起燒 又是另一種風味 肥美的魚腩切長條 肥美的魚腩切長條 以特條的齒枝蒸著吃 鮮爽彈牙 風盈的油脂感和香氣躍然而出 魚丸是廣東各地常見的食材 換魚柳打成蓉跟切碎的木耳拌雲 或者做成九黃魚蓉 都是涮火鍋的上家好料 魚頭和魚骨醃製後 蒙火油炸 成就了香氣十足的椒鹽魚骨 是桌桌必點的下酒菜 哪怕再尋常不過的草魚 到了中山人手中 就能變出不尋常的風味 這也是會吃的廣東人 在美食探索方面的獨到 魚殿跟英椒 魚可貴 時月ו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